传递及时财经信息 分析最新国际局势 City Plus为你连接城市上线 听取体验没有上线 城市online 这里是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ity Plus 环球直通你好 我是小马 你好 我是Yoga Yoga你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如何 还不错啊 什么事情 在小学的时候你学到了那么多 有华文 马来文 英文 数学 然后如科学之类的一些知识 但是有个东西 当你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往往会因为缺乏它 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财 就是理财的概念 真的耶 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好 其实从来都没有人灌输我 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地规划你自己的财务 是 很多人都是来到了社会之后才发现 啊 我怎么不会理财 结果即使赚了很多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地运用 他手上的这笔钱 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City Plus的知情总监 Pauline 杨东宏在现场和你聊聊 Pauline 你好 好 大家好 其实Pauline也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一个股市分析师 所以对于理财和投资来说呢 她是非常的有心得 在这行有几年的时间了Pauline 大概是有15年的经验了 15年 而且最近还推出了一本书 叫做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啊 如何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 所以对于理财来说 其实怎么样才是一个理财的定义 其实很简单的 很多人以为呢 理财就是一味地去省钱啊 去就是很节奸的 其实理财呢 它是包含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定义的 我们要从个人的那个观点来出发 我们不只要管好自己的那个财务状况 我们还要管好我们身边我们的家人 把他们的财务状况安顿好 妥善地安排 然后呢 然后使我们和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美好 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的 OK 嗯 对 那这三个层次是哪三个层次呢 第一个层次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怎样合理 还有有效地去运用我们的钱财 然后呢 去达到我们的生活的那个目标 嗯 第一层次呢 其实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往往呢 我们的那个理财的那个观念呢 态度啊 对于钱财的态度 就是在这个第一层里面所看到的 其实最难的就是每一个月 很多人就是可能月光族 那些月光族 其实你领到五千块 甚至是一万块的薪水 他们还是月光族 他们可能不了解 以前的人 以前曾经就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你用记账的方式 你就知道你的钱去了哪里了 然后就能够有效管理钱财 记账的方式是不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 是的 是的 其实呢就是在这个第一层呢 是我们从小要培养起来的 其实这个态度 对于钱财的那个态度 金钱观念呢 是从小可以培养起来的 就拿个比方说 我从小呢 我因为由于我是在国外念书 所以呢 我父亲呢 就要我们呢 就是要养成记账的习惯 所以呢 我从小呢 就把那个 就算是我买了一条面包 我要记下来的那个习惯 然后直到我踏入社会之后呢 我还保留着这个习惯 当然不是每一个项目都会记下来 不过至少我知道 我每个月的那个钱财的花费是在哪里 然后很多人呢 都是从这个理财的观念呢 你就会对你的钱财就会认真 然后你就不会随意的花费 其实这个在有效管理自己钱财的时候 有两种会时常 我跟朋友之间也会拿来讨论的 开源和截流 哪一个比较重要 或者这一个 另外一个 钱到底是不是省下来的 到底真正赚到的钱 是你省下来才是赚到的钱 还是你赚来的钱 就是你真正用的钱 这个其实在我相信朋友之间 应该时常都会拿来讨论的 对是 其实呢 就是钱财呢 就是我认为呢 是靠规划出来的 因为很多人呢 就以为是要省省省 其实我们就是要抵财嘛 就是我们不只要以为 就是因为的省钱 就是让自己生活都是很辛苦啊 不能买很多那个奢侈品啊 是不是的 只要你有规划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买奢侈品的 比如你把你的那个 收入的一部分定期的 就是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 定期的就是存起来 而那个目标呢 久了就会达到你的理财的目标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买你想要的东西了 可是如果真的存了钱之后 去买一个 例如说名牌包包也好 会不会觉得 我过去的那几个月的时间 感觉这样省吃俭用 然后买了一个包包之后 它可是没有为我取到增值的作用 那是不是变成好像没有投资 如果我拿到的那笔钱 我可能进去股市 或者去我投资了一个贩 或者我去买了其他的东西 能够为我自我增值的 会不会更好一些 是是的 所以那我就常常跟人家说 因为以其呢 你就去买一个十多十千的名牌包包 对不对 就不如把这笔钱投资在那个股票上 尤其是那个有派股息的股票上 这样子呢 你就会觉得 哇 你的投资是看到 真的是有那个收入会进来的 不过彭莉 我也是有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很多的有钱妈妈 他们每一年孩子生日的时候 就会买一个固定 买一个爱马仕的名牌包包给他们 因为据说就是可以慢慢的让他增值 对孩子来说也是好事 因为以后可能来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呢 就可以卖掉来套现 然后把这笔钱呢 用在他们的未来的教育基金上面 其实彭莉你是认同这个做法的吗 其实我还是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 其实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妈妈 他们就是认为名牌包包是会增值的 是有这个现象的 可是呢 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那个好像是犹太人的妈妈 他们呢 就是买股票送给孩子 然后呢 他们就让那个孩子看到这个股票的增值 我觉得 如果compare这两个 中国妈妈 送包包和送股票 我会觉得那个送股票的妈妈会 对孩子的理财的教育方面会更好 那我觉得我爸这一点还做得不错 因为他就买了 他送我股票 但不是那种很多的 他就是帮我买了这一个 然后在我求学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有这个东西 以后是属于你的 然后以后出来职场那些股息也是属于你的 以后的股票是属于我的 我就知道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理财的一个三个层次刚刚也提到有效的运用自己的钱财 第二个就是要融资投资了对吧 对对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因为你对金钱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之后呢 你就会很积极的去不要乱花费 然后你就把钱省下来 剩余的钱呢 你就可以拿来投资 这是第二层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投资 而投资的方法有很多 除了就是买股票啊 买信托基金啊 还有一个就是用融资的方式去买产业 因为呢 我们投资在这个产业 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呢 往往就是从那个产业中里面得到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少人其实是去看到的 其实是他真正对理财是达到很大的效应的 所以投资房地产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是是的 是个比较creative的一个方法 可是要入门会不会很难 因为有的人就觉得投资房地产里面有一个百万身家的话就很难投资 还是他的入门门槛没有我们想象中来的高 其实是的 因为呢 我们可以用融资的方式 而融资的方式呢 就是只要你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然后呢 你只能就是说你要proof给那个银行说 你有能力还 那个installment 然后呢 银行就会借这笔钱让你买屋子 可能你只要去只需要付一笔很小的那个头期 然后呢 你把这个屋子再租给别人的话呢 可能你的那个租库呢 还可以帮你还那个 还那个分期贷款 对对对 分期贷款 我自己在转卖我第一件房子的时候 其实就有多少藏了一点点的甜头 其实我不是真的是要拿来投资 我是只是要卖掉那一件 然后现在买新的这一件 我就从中就可以看到原本的一个一两百千的房子 可能在经过时间的催炼之后 那个地点就变成一个四五百千 增值蛮快的 对增值是蛮快的 而且在短短可能五年的时间 他就翻了一番 翻了一队 对所以你就得到了你的第一桶金了 没有啦 没有没有 然后我就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房奴了 好那第三口令就是 我相信这是比较高的层次了吧 第三个层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第三呢就是跟第二层次其实是可以一起进行的 就是从财务角度去进行人生的规划 所以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医药保险啊 养老金啊 子女教育啊 所得税啊 遗产这些 等个人各方面的事项呢 进行妥善的安排 是 是我们在不断的提高生活数字的同时呢 即使年老体弱的时候呢 收入瑞减的时候呢 也能保持自己所设下的这个生活水平 然后达到终身的财务的安全 像有些人啊 他打工的时候 他就讲说 政府都有帮我存钱吗 有公积金吗 有EPFR 所以他就讲说 我年老应该就不用想太多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观念是对的吗 还是你就觉得 真的好像要买一些 以老年人的保险啊之类的 就是未雨筹谋一下 为我55岁过后的生活做打算 还是我可以等待那笔钱就OK了 因为我到处都是有跟人家演讲的话 我就有跟人家谈到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只要你有一份固定的薪水 然后因为你的老板会帮你 每个月支付13个percent 而你自己是8个percent 所以每个月都有21个percent的那个薪水呢 是进入你的这个EPF account的 然后这个就是立上加厉 然后就是等到你的退休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笔钱 然后第二笔钱呢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买一间房子 就是用融资的方式去买一个房地产 然后不是自己做 是租给人家 然后呢 让别人帮你还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20年后 30年后 这个房子也会增值 可能会达到一百万 然后你的那个 EPF里面的账号也有一百多万 到时候呢 你就可能有两百多万 基本上就不用担心养老金了 对 可能棺材本都有了 嗯 而那个你本来要去供房子的 比如说一千块钱 嗯嗯 你就可以拿来投资这个 嗯 信托基金 嗯 然后这次又是第三笔的 范子 然后让你一直再这样子 担包下去 所以不同的年龄层 有不同的一个规划方式 刚刚有提到的 可能就是比较 呃要接近 可能三十几岁的 所以如果刚刚进来 这个社会打工的话 那一些年轻的新鲜人 应该要怎么去做 理财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 未婚和已婚的差别是很大 因为我们 真的 我感觉非常地大 家庭负担的话 开始是很大 因为我们进入了 不同的人生阶段 然后呢 就有一些人生的经历 所以呢 我们对理财的那些目标 都会改变 然后 我觉得二十岁 二十多岁的未婚族呢 他们呢 基本上呢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自己赚钱 自己花 然后呢 只要照顾好 就是要买一份保险 这个保险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呢 也要照顾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呢 你的保金还可以去 养你的父母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就要学一些 投资的技巧 然后因为投资 就要趁年轻 可是如果那这一段期间 可能存的钱真的已经不多 我要付房租 对啊 都要供一辆车子 可能我可能要给个五百块到一千块给家用 然后又要买保险 然后真的可能只剩下几百块钱的一个积蓄 也是可以拿来投资吗 也是可以的 因为呢 我们的Busa Malaysia呢 最低的投资额呢 是一百股 所以呢 甚至几百块就可以买那个一个股票了 对 所以是可以的 而且那个信托基金也是可以 minimum的那个投资额是一千块 然后明月你又可以定时的这样子去投资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投资这个东西呢 你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其实里面的学问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理财规划室 CMELF的执行总经 Pauline 杨东宏 在线上呢 跟你聊聊投资这件事情 下等会儿呢 再跟你谈一谈 各阶层不同的投资方法